直接煮不去,就不在那裡吃 那其實像不會用餐具 可是他已經不知道那個筷子要怎麼夾 或是湯子是用來吃東西 所以我們是可以協助他傻著吃 他可能就像我的人 他可能永遠都不會開動 那這邊例子是像這個奶奶 他可能是眼睛有點不好 但是他可能就吃一吃 他可能最後突然忘記怎麼用湯子了 他可能就用手拿來吃 所以其實或許我們可以對他有些包容 就像你可以包容小孩子用手吃飯 那其實吃的老人就像小孩子一樣 那之後呢,那個工作人員就是協助他 再把湯匙拿起來 那他再做一次這個幾個動作 他之後又可以開始慢慢吃了 或是呢,你就坐在他對面 拿湯匙吃給他看 就讓他知道說,我要進去看 現在要做這個動作 或是說可能提供一些可以用手拿著吃的 像漢堡 我不是手拿著吃 三明治 我們掛包 之類的 他不會大家都手拿著吃 因為絕對自己還是跟大家一樣嘛 像我之前我安養中心有一個英國的 這是我大概多十年第一次喝外國人 他其實不太習慣我們什麼飲食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拿那個三明治跟起司 因為平常我們就是用打 因為他已經是沒有辦法咀嚼 用打成烏食 所以要餵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能外國人比較獨立自主 他很討厭人家那樣的餵他飯 所以他就是生氣啊 會一直暴怒 所以之後我們就提供那個去早餐店買三明治 下午就讓他氣死讓他拿著吃 他就不會有這樣子生氣的那個症狀 所以就是讓他可以拿著吃 因為拿著吃你也比較不會放下 他可能看一看吃就開始吃了 就不用一直在追逐他 那有遇過就是常常可能會尿固子 那可能就是他覺得自己很沒有尊嚴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能就是定期的問他說 欸媽媽你要不要去尿尿 或是說可以觀察出來可能他每次喝完水之後 大概兩個小時可能就會去想要上廁所 就是多提醒他 那如果是在穿脫衣服不方便的話呢 我們就是可以挑選一些比較好穿脫的 例如我們牛仔褲可以改成那種鬆緊帶的嘛 我們就不要 或是說我們改成拉鍊式的啊 那還有我剛剛剛剛那個照片就是他 也算是那個輔具的一種 他是輔具的衣服 他是用魔鬼沾 他就是他就這樣把它擰好就好了 那他還是可以維持他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 那例如講說 欸不記得廁所在哪裡 我之前有一個一個媽媽 就是在那個家屋裡面 他找不到廁所 所以他就這樣隨便走啊 找到一個臉盆 他就坐下去就尿了 那如果說在家裡 像我們可以想像我們門都關起來 家裡的廁所 可能有時候跟房間的門是一樣 他可能找不到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 就是在門口外面 貼了一個馬桶的樣子 或是寫廁所 那如果說他還是會念 還是會看得懂字的話 這樣或許可以改善 就是他這樣到水地大小便的一個 症狀的問題 行為問題 好 這個是剛剛那個魔鬼沾的衣服 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像東西被偷了 我覺得這個是最難的 最難去解決的 好 他從中藏西啊 我之後忘記放在哪裡 那時候我婆婆說 他皮包不見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撕一下大哭 我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講義 我念書的東西 全部都跑到火車我身上這樣子 好 那所以就是 他可能就會有妄想 就說啊 或是偷了我的錢啊 或是說 通常都是媳婦都會被怪罪嘛 因為媳婦想看到兒子 好 那如果是因為要這樣的狀況呢 就例如 這也是實際上的案例 就是我以前的老闆 他也是照顧他失職的爸爸 他就說他有一疊錢不見 也是有小偷來 那就問他說 罰他那裡有幾張一千塊 我幾張一百塊 他用什麼東西裝 他說啊 我有幾張幾張 他用紅色的橡皮筋綁起來 之後咧 他們就去 就是我老闆就是去房間 就把他做一個一樣的 之後拿給 他說媽媽不找到了啦 原來是放在哪裡啊 還是什麼什麼 他就是 他開始就比較不會陷入在他這個 這個那個很 很教育的狀況 那還有一天呢 是他爸爸就是晚上半夜三點就起來說 我要回家了 我就要在這邊 那其實這裡就是他的家 那如果是我們的話 就說 這就是你的家啊 你幹嘛這樣子啊 你不認得喔 那他就是不認得的嘛 那這個比較好的方式呢 像我老闆就是 帶他出去 就是走一圈 說欸 爸爸我們到家了啦 現在很晚了 就睡覺 他就來就睡了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 假如你不知道怎麼去跟他們相處 你就永遠都會是被他在抗爭 你自己也很煩 他也很煩 因為他其實沒有辦法理解我們現在的 就是那個生活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像有些人他可能會 游走啊 那我們就知道找出不同的原因 像有些人可是他會 像我自己有點怒癡 但是我會記得說我要遇到哪個銀行 你走到右轉了是會記那個建築物 那像有些人講說 他是因為天黑他看不到回家的路 看到那些建築物 我們就盡量早點讓他回來 或是像社區容易走失的話呢 就是需要有一些事工知道說 欸這個社區有哪幾個是失之症的 我們要多加了留意 等等我們就去觀察這樣子 那這個我覺得很好的 這個就是很會有種的一個 功能很好的阿伯 這是我在一個護理之家 他每次到四五點的時候 他就說他要回家了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以前下班 就是我們上下班就是四五點嘛 他一直要回去 每次就是衝出去 因為就是前面 因為護士有時候會到病房裡面去啊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說爺爺 我那個晚上要煮很多一百元份的菜 你幫我的忙好不好 我說不然我會來不及啊 然後通常老人都很樂意去幫忙別人 所以他就坐在這邊做到那個我們飯煮好 其實這個是怎麼貼就是中午要用的 所以就是一個好的跟好的對待 像有些人就說啊你快走 我就把你綁在那個文影上面 或是把他帶給你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對私人比較不好的對待 好 那這個是一個我書上copy下來的 就例如這是他媽媽 他說欸你是誰啊 或是你女兒啊 他說你不是我女兒 你帶我去找啦 女兒說好好好 我們去花衣服 我去找你女兒 還過了十分鐘之後 他說欸媽那個歌仔戲要播了 不然不然然後來看 然後他媽媽就一起看 所以大概這個要點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就是失智症的一個精神的問題 那當我們遇到家人 就講說有失智症的家人 那就會你們可以建議他們 就是定期幫他們拍照 幫那些失智症的老人拍照 因為如果說他們有走 走出去可能被體查 因為你去報案 報是中人口要的照片 那如果你拿的是五年前的 他可能變成短髮了 或是變瘦了 可能就會比較恨不得 那還有就是衣服上面秀名字 那或是說就是在他身上戴著那個 有聯絡電話 像那時候我們就戴那個電話 就是我們的聯絡電話 那像這個呢我覺得就是一個 這是一個有可能好的例子 那這個張先生呢 就是他媽媽是失智症的 但是功能很好 他會走來走去 但是他平常到上班 所以他不是用他把他媽媽關在家裡 所以他媽媽會習慣戴那個帽子 所以他帽子上面有個QR Code 所以他媽媽走私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去找 就會連結到他的Line 就說你媽媽在哪裡還是什麼的 那還有就是他們在他們的社區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 失智症友善的社區 像他們早餐店銀行啊 便利商店 全部的人都知道他媽媽是失智症 那都在這個群組裡面 我以前在這個群組裡面 所以他會每天都會說 張先生你媽媽在我這裡 這裡做了就是早餐店 所以他就說 他往哪個方向走了 那這個他先生就是 不是他先生就是這個張先生 他帶他媽媽手機裝GTS 所以他就會每天去看媽媽走到哪裡 然後找沒有回來就把他接回來 那有時候 我怎麼走那麼快跑到宜蘭去了 因為他那個奶奶的女兒住宜蘭 像他會習慣做客運 就把他移蘭了 所以他就會趕快聯絡他妹妹 再把那個媽媽接回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用心照顧 就是失智症的一個方式 就是不要把他關在家裡 那還有就是說 假如有失智症長者 就先建議他們先去警察局 按那個指紋 那如果說媽媽走失了 警察找到了 他們可以去比對指紋 就會知道說 欸他是住在哪個家的人 那個失智長者 或是去申請那個 那個手鍊 上面也是可以拍著有那個 就是聯絡別多人的資訊 那失智的診斷其實 診斷就是交給醫生嘛 那其實治療呢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幫忙治療的哦 除了吃藥以外 那像我們正常的老化 可能在我們的記憶慢慢減退 但是如果是失智症的話 又沒有吃藥,又沒有好好對待它 就像綠色的這道具,它可能很嚴重 它可能是情緒不好,還是什麼 它就是越來越嚴重 或是慢慢產生一些幻覺什麼的 但是如果說在我們好好地對待它 或是有服用藥物 就可以去減少它剛剛那些精神症狀 它就是可以退化的腰比較慢一點點 那其實像治療或什麼 現在有什麼園藝治療、懷舊治療 其實都是讓這件事的人 多動腦壞,讓他們的情緒比較平和 那這邊我覺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那時候我帶的那個被擦活動 帶了很長一段時間 像這個奶奶就是永遠都是不參加 她就說我眼睛看不到啦,手沒有力氣 那時候我們就邀請她說 好好好,你幫我監督這個好嗎 這個爸爸真的很會做飯的一個 我說你幫我監督她有沒有切錯 他說好好好,那我坐在她旁邊好了 不過就是我們就是每次就是會鼓勵她 算她不要我們也不會勉強 而且講著講著勒之後 她就願意帶齊眼鏡來參加了 那之後她又說她手沒有力氣嘛 我就想我們在做飯的時候 有沒有不需要用到很大力的 像挑菜啊打蛋啊 所以她就是慢慢的願意參加我們生活的活動 那她不敢拿菜刀 那時候我們要弄一個芹菜豬嘛 不是要切得很細 她又不敢嘛 之後我就說那你拿剪刀切啊 剪刀剪的好了 她說好好好,那就拿剪刀剪 那之後也會消皮了 最後呢她其實就是 也是我們鼓勵之下 她就願意拿著菜刀去切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如果說我們沒有這樣去陪伴她 她是不是永遠都不參與這間活動 好 那像這個呢 也是屬於那個很很焦虑的媽媽 她是第一天來 那時候我們也是在備餐 她每天就拿了她沒有那個收集片 她就收集了很多很多衛生紙 就叫我們打電話給她 給她說 我想接她回去 那之後呢 那就是一支 因為工作人員就是也很忙 那時候我就說 因為她第一天來 我不知道她的功能是什麼 我說媽媽 那你當我們弄那個南瓜 用湯匙刮那個籽嘛 也不會受傷啊 那她其實就是靜靜的 遵作她的內 就比較不會有一些精神行為的問題 好 那這邊就是多點於包容 那你們有覺得這兩張照片 那你怪怪的嗎 嗯 她消反了 這個消反了 好啊這個咧 通常可能知道看得出來 有嗎 有厲害的人看出來嗎 是 紅紅花 笑紅紅花 她一直笑 一直笑 一直笑皮 好 像這個呢 這個就是很厲害的那個爸爸 他其實剛開始會剉腔 但其實之前我們還沒有認識 施制證的時候呢 那社工就跟我講說 施制證的人就像斷了線的人 其實他可能做一張皮革都會忘記了 你就再把他綁好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就說 欸他笑一笑 再歪一歪就變成這樣子 我們就把他這樣放過來之後呢 把他扶著他的手 他又開始會搓槍了 又可以讓他繼續 那像這個媽媽 他其實就是蠻重度的 那時候我們就是讓他削皮 他好像會削了 之後我一回過神來 他就是一直削越來越細了 他在工作人員說 營養師你不阻止他 就會削成跟食指一樣 因為呢 其實他的視力不是這麼好 那紅龍都削完之後 還是紅色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判斷 他到底削完了沒 所以他就知道 小小小小 就是小小 越來越細 但是我們也不會因為 他們有這樣的出錯 就不讓他們做 我們就說 欸好 那謝謝你喔 把他收起來 繼續再做這樣的菜 所以就是多給他們一些包容 那得了失智症呢 或是說一次得了失智症呢 就是我們大概是在大醫院都會有神經內科 精神科 那比較有 比較特別把那個失智抓出來的人 可能有些那個 失智症能整記憶能整這樣子 那其實我那時候啊 去選擇帶我婆婆去的時候 我是選擇帶他去那個神經內科 因為我也怕我婆婆 因為我婆婆還是清楚的嘛 我怕她會自己覺得說 妳們是不是覺得我神經病啊 去看什麼精神科啊 所以那時候我說 媽媽妳是最近好像睡不好 去看看那個神經內科啊 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啊 那所以通常來說 我們帶媽媽去 第一次帶她去門診 通常就說 欸我媽媽好像忘高忘息的喔 什麼孫女名字不會記不得 其實我沒有這麼做 我是在我婆婆進去之前呢 我先把我婆婆的症狀 打在那張A4紙上面 我是事先就先給醫生看 我去減少我婆婆會受錯的那些心情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婆婆就跟醫生講說 我最近失眠啦 好像是隔壁施工啊 就是只有這樣子啦 但是醫生知道 有事先先知道了嘛 所以她就說 我們還是幫妳照個電腦斷層啊 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醫療師是我也要去 去了解就是那位失智人 就不要讓他自尊去受害這樣子 好 那當我們去跟失智人的溝通呢 就是盡量就是說 跟他面對面喔 講話就是聲音低頻一點 不要聲太高靠 因為聽說就是 有一個好像是原資老師說 像這些長者他們在重聽的時候 他們其實高的分貝 他們其實聽不太清楚 所以當 因為我其實聲音很大聲 就我第一次在大活動的時候 爸爸媽媽什麼的 就是他那個就是 就是督導就說 欸營養師你這個講話就小聲一點 他們會比較比較 心情人的會比較平和一點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避免就是用一些代名詞 就是說欸妳幫我拿那個過來 那失智人他可能會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就直接跟他說 媽媽你幫我那個水瓶拿過來 他就會配合你 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們要問他問題的話呢 就盡量是不要用那個開放式的說 欸媽媽你今天想吃什麼水果 他可能會就是想不出來 他可能就會不會回應你 那你就可以問他說 媽媽你今天想要吃香蕉還是吃蘋果 那二血一他可能就會 欸腦中又浮出那個答案了 他就會跟你講這個互動這樣子 那如果是給就是我們遇到的照顧者的 就是照顧的失智的家屬呢 其實我們或許能做不夠 但是我覺得安慰他就是鼓勵他其實是還蠻重要的 好 好 那我第一個就是認識失智生高一個短路 先讓大家動腦一下 好 那請念出出現的字 可以嗎 好預備開始 好 很快喔 黑黑 藍 藍 綠 藍 藍 好 再念出出現的顏色 顏色喔 大家再給我規定喔 綠 走多好 藍 黑 黃 黃 紫 還是黃 黃 黃 顏色喔 黑 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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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紫都可以吐 紫 紫 之後有什麼 那位大家好 都念的很厲害喔 我們就上網去找進階版的 好你們等一下 念顏色的話直接這樣念下來 預備開始 綠 綠 黃 黃 黑 黃 綠 紅 紅 藍 黃 黃色耶 這就是什麼 他就變成片去了 紅 黃 綠 黃 黃 藍 黑 藍 黑 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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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就是好玩 讓大家動動腦這樣子 你們需要休息嗎 要在廁所 在廁所 那休息五分鐘 可以嗎 好